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离开俄罗斯 原因之前大概在两天前29号 俄罗斯抓捕了一个华尔街日报的驻俄罗斯的记者 他写了一些在俄罗斯内部 在俄罗斯的底层的一些与战争相关的文章 俄罗斯讲他是刺探军事情报 就是类似间谍的做法 就抓了他 抓了他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所以我愿意把它 大家看成这是在习近平拜访普京之后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节目中讲了 习近平会把普京推到前面 去对抗美国 而中共国以渔翁得利的方式 包括人民币介入成为国际交换货币 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入这个角色 营造一个新的独立联合 新的一个独裁者联盟 我们用词叫独裁者联盟 那独裁者是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而美国的社会跟西方的社会 所谓当代民主的左派社会 是摧毁地方的 包括摧毁国家 包括美国 所以他们营造的是全球主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从两个方向 从两个方向 共同并进达到一个目标 那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 魔鬼统治世界的最终的展现 我以为这是最畅狂的一种表现 所以西方的社会的一切的做法 有着摧毁本国文化 本国文明 乃至本国国家的 他的强悍的一面 这个话 那川普在谴责拜登的一切做法 不就是类似的话 对吧 完全是类似的 那G7就是七个发达国家 在突然转向这个比特币 在摧毁自己的货币 而摧毁自己的货币 它起始于三年前的中共病毒 中共病毒发生了 然后拼命发钱 在包括很多中国人 在社交媒体中 大肆赞扬西方社会发钱 今天全瘪钱了 那么发钱 就是摧毁一个国家 人的懒惰贪婪 没有道德的约束 在家里拿着钱 认为是一种福利 是一种关爱 是一种民主 是一种自由 然后你呢 你现在什么都不是 所以借助了人们的贪婪 摧毁人们的本身 这是西方左派 但是他们在一种力量背景之下 他们又拒绝中共 拒绝独裁者 包括跟俄罗斯之间的故事 那一方在从另外一面 同样压迫他 同样采取了不遮手段 所以当你现在单纯的去谈 正义 谈公平 谈自由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脆弱 我就跟你举个例子 西方社会今天 没有任何人去搭理 乌克兰的左轮司机了 我问你为什么 没有任何人去搭理 乌克兰的左轮司机了 我问你为什么 是谁变坏了 正义在哪里 从来就不是个好东西 真可怜 真难 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就是在这种纷争的背景之下 你能够看到真正的含义 小姐不能叫 叫小姐是妓女 对不对 老公不能叫 因为妓院里都这么叫 对不对 那读书的不能叫 全是骗子 带眼镜的不能叫 全是流氓 他们现在是这个 所以这就完了 那这真的是 我不开玩笑 这是完了 那当然普京就下手了 那普京下手 他就把那个人抓了 那抓了呢 那美国跟俄罗斯就紧张了吗 所以美国就呼吁 就呼吁这种紧张状况 希望美国人离开俄罗斯 也就大家都奔着一种战争的方向去推动 一个自我醒悟的人 重新规训道德德性的人 在这样的灾难中 神佛会保你的 对于中国人 就是一点 抛弃共产党 你可以不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我个人在节目中 无奈乎就是呼吁这些 抛弃中共 那这就是一种冲突了 基本上在我眼睛里看到背景是这个 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立刻离开俄罗斯 那莫斯科表示说 他是做间谍被我们抓住了 那美国谴责说 这是一种对新闻自由的攻击 基本就下摆了 对新闻自由的攻击 它就是一种准战争行为 抓了人质 对不对 你看看拜登救人质救了谁 没错咯 所以那你这样的东西 你去救人 那在俄罗斯境内太多美国人了 抓谁都不是抓 当大家走到那份上 他就这么走了 那作为美国政府 你又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很多东西是跟美国政府有关 布林肯 华盛顿对这件事情深感担忧 我们以最强烈措辞谴责 克林姆林公的 试图继续恐吓 镇压惩罚记者 和民间社会的声音 对啊 这是没错啊 完全措辞强烈谴责他 但是今天的YouTube 不许说川普 我问你布林肯 你这是什么 所以他 你为什么恐吓 就是说 他普京 不尿你 他就说 现在都是讲 这么交换的方式 对吧 你还能得心呢 对不对 说说这个真实的 说说打针 你就给黄标 把张号都封了 所以在谈到新闻自由的时候 今天美国左派政府 很虚弱 没有任何震慑 没有任何震慑 这些不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对不对 你政府的做法 都是非道德 是效仿着独裁者的做法 民主框架下的独裁者 我们重申 对俄罗斯境内 美国公民构成 强烈的危险的警告 居住在那里的旅行的 美国公民立刻离开 这是他明确讲的 白宫也明确讲说 俄罗斯政府的做法 是把美国公民作为目标 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谴责 继续以记者为目标 镇压记者和新闻自由 这是他们商量好的借口来说的 敦促美国人 听从美国政府的警告 不要去旅行 已经在俄罗斯的马上离开 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 John却淡化这种说法 说华盛顿实际上没有呼吁所有的美国人 从表面上离开 也没有鼓励新闻媒体从该国撤出 可能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就不想说描绘成 把俄罗斯跟美国处于准战争状态 但那个人被抓了 对不对 那个人被抓了 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宣布 华盛顿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涉嫌间谍在叶卡杰林宝市被抓 那他们主要 他主要搜集俄罗斯乌克兰前苏联的新闻 这是基本上是这个说法了 哼 哼